马博士虽然不是渔民 但是过去也跟韩国人发生过冲突 是吗 没有 我虽然不是渔民 可是我知道鱼是可以在敲旗市场买得到 但是我女儿问我 没有 我女儿给我的回答 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问她 你知道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吗 问到鱼的时候 它很简单 敲旗市场 钱从哪里来的很简单 答案是一样 现在的小妹妹 小女孩 什么小学生 下乡去学习一下 去过个暑假 都能问老农民 说老伯伯 这驴为什么长脚 老伯伯说 那是因为那是牛 所以我好奇 是韩国人的观点是怎么样 最近几年 我们在香港也好 大陆也好 对于说韩剧都非常热衷去看 很多朋友年轻人 你想象不到 他懂得听韩文的 他看不懂 可是他看韩剧看多了 看字幕看多了 他居然大概掌握得了 我蛮好奇是说 他们有没有方法 都知道说韩国人 怎么看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刚怎么讲 中国渔民怎么采 中国农民怎么采 可是你站在韩国的角度 我的海 我的地方 或者说有些地方还没讲清楚是谁的 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拿我们的鱼 然后甚至这里我们情况不太清楚 还有一些冲突还有留学暴力事件出来 他们韩国怎么看呢 我们都知道韩国从比方说明朝之后 就基本上瞧不起中国的嘛 为什么 韩国 他们觉得你中国人投降给满清啊 韩国人有句话说嘛 明朝以后无中国嘛 明代没中国的 最近几年 被异国征服的 对 然后他们觉得我们才是正统 到了好久以后 他也一直被人家 咱们袁世凯的时候不还拿他们的吗 没有他们是第一没有办法 他们实力不够 一边有中国一边有日本 别忘记韩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派人大使领事派去日本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是清朝 韩国的大使还用着永乐的联号 永乐的联号 刚明朝以后无中国 比方说最近几年 韩国出了很多的汉文的书出来 烟行录 慢慢越来越多的材料 里面很好玩的 很多记录清朝韩国的人 学生也好 做官的人 商人去中国之后的种种建文 记录下来 用中文汉文来记录的 其中我们看到很好玩的 他们对党 他们完全瞧不起了 他们去看到中国 对于清朝的官说 你们真丢脸 穿着什么衣服 穿胡人的衣服 胡王 皇帝的衣服 你看我们才是中国的正统 我们发型我们服装 是是是 这种心态一路道歉 你这么说还倒解开了我一个 为什么他们这几年老说中国的什么 连孔子都是他们家的 其实他们有点自称中原文化正统的意思 他们觉得正统就在他们那边 从明朝之后 你明朝之后 明朝以后无中国七个字 讲清楚了 韩国很复杂的 一方面你们讲的都对 因为他在西方人看来 亚洲啊 中日韩是并称了 那相对中日来说那韩国你这个病程当然就很累了 对不对 你这个 所以他自卑要用一个过分的骄傲来显示掩盖自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看到一点 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到韩国开会 我看得非常清楚 所有世界工业国家 工业国家里边 包括地区 像包括像台湾这样 韩国是唯一一个把中国为最重要国家看待的 你从哪里得这个结果 韩国人首先第一个 他贸易额也是 他名义测验也是 韩国人大部分你说中国跟日本 他们大部分不喜欢日本人 他们喜欢中国人 他们讲得很简单 他说中国人忠厚 他说日本人的这个欺负他们 他中国人其实以前也欺负他们 但是呢 他说中国人呢 这个事情很快就忘了 大家现在就和好 日本人呢 韩国人讲起日本人是这个非常根根于怀的 那是你说日本人 他曾经这个把人家的这个皇后啊 这抓从皇宫里抓出来啊 当着面就血热 他那个那个日军 他在皇宫前面盖的房子 大家都知道那些故事吧 但最他对日本人 这个我倒可以比较容易理解 问题是他觉得中国的重要性超过美国 就韩国啊 他就他贸易各方面 而且他们看得很清楚 将来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就对韩国来说重要性比美国还重要 所以你比方说香港啊 台湾啊 都是比较对日本的关系比较近一点 你比方在台湾来说 就从地区来讲 只有韩国 他是在中日之间他偏向中国 相对来说 中韩的关系应该是最好处的了 如果中韩都处不好的话 那更别 其他的发达国家 你想当然是美国最重要 对不对 很多人甚至把中国当为假想 那你说就中国 我就说中国这个草根 民间的这个情绪啊 是更瞧得上韩国 还是更瞧得上日本 民间的情绪 你说工人阶级吗 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流行文化来说 应该还是日本主导嘛 最近几年 当然是韩国 韩国又冒起 可是我倒是想起 子东说去韩国 有一次我去韩国开会啊 那个大学 其中有一群大学生 很好玩的 因为我们说韩国人的话 有不同的群体啊 那群大学生是搞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做文艺的 我们看到韩国人啊 每一次街头运动 非常激烈了嘛 对对对 打什么 他们是很瞧不起 中国的大学生的 他觉得说 你看我们这边 还有这一群 马克思的铁杆粉丝啊 那个好像在中国 没有看到马列的大学生的粉丝啊 他们那个团体 是非常瞧不起的 对 他文化上 他看不起中国 真的 尤其是足球 更不要讲 对不对 但是政治上 经济上 他非常看得出来 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韩国人学中文 现在最厉害 学的 学中文的人数 都我最后演讲 他做的 就韩国人到中国留学的 也非常多 而且他们真的有很多 中文说的非常好 不像日本人 你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中国的一般的青年人网民 他更恨日本 但是其实心里也更瞧得起日本 恨 跟尊重 是相关的 对 就好像是哪怕是作为敌人 实际上呢 韩国在咱们眼里 是有点不大 这样叫的 不能叫这么叫 对 对